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来到开市前瞬的时间 讲过过去几个交易日走势不太好 五个交易日 我们有四个交易日都是跌的 只有前日升22点 昨天跌500多点后 收市叫做收窄去到266点跌幅 但留意险首100天移动平均线 今天大家都看着联储局的议息会议记录 美股也有波动 我们找郭sir一起谈 郭sir 郭思智在湾仔直播室 郭sir 早晨 你好 早晨 吴嘉雯 早晨 为何要看着这么闷的会议记录 大家很想知道上个月联储局 谈有关加息四分三里的时候 究竟具体在会议中谈了些什么 例如如何回应 大家很关心通胀问题 会不会继续大幅加息 经济衰退情况又怎样看 真是有些蛛丝马迹 在会议记录里面 那些议会的官员提到 因为通胀都是高企的 如果继续的通胀都是下不了去的话 政策是需要偏紧的 估计今个月未来 会继续会加息0.5 甚至0.75 大幅加息 当经济那里 他们是太定心愿的 认为上一季 第二季美国经济 都还可以继续有增长 但留意国长 就是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他们担心 不排除全球经济 是会陷于衰退 当然美股还是挺得住的 但市场资金避险 美汇指数到107 20年高位 金价和油价都是受压 其他因素 留意内地疫情 和英国的政治情况 约翰逊已经不行了 被一些官员 勇敢辞职 逼供 可能需要辞职呢 大家都看看约翰逊的情况 郭靖老师 我们认识了很多东西 很多都是坏东西 不明朗因素 你评一下 你觉得重点 你会放在哪裏 首先来说 这次通胀的成因 就说了很多次 是比较复杂的 是 美国现在一年的GDP 成20万亿美金 其实就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那收益主要来说 都是来自消费 70%以上的收益 是来自消费的 没有消费 经济今上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问题就是 现在这一刻 在通胀持续高企之下 储局是会不断地将利率上调 从而希望打压通胀 那过去通胀的上升 就很老实说 就是因为 是过度的投资和消费去促成的 但是这一次的通胀的成因 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绝对不是说 加息可以压抑得到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 后期呢 通胀持续的还是高级 利率已经加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 那么冲击了消费 冲击了投资之外 那么经济的增长的部分 开始慢了 那么大家最担心 当然出现一个滞涨 后续当然是放缓 其实这个出现的机会是相当高的 可能去到今年第四季 或者明年第一季 已经看到了 所以这一股美股 一直撑着在三万点流上 技术上来说 好像是断定了 但是我也觉得 美股三万点的关口位 未必会压得太久 就是我个人是看得比较保守的 那郭成人没有改变到的 那立场 就是特别美股那里 都是维持比较看淡的 那刚才你提到的 那个经济 似乎你都是比较保守的 真的有机会可能 在年底出现衰退 那盈光幕呢 我们都见到 我们都尝试综合了 为什么近期市场 那么担心经济衰退呢 那么第一 就跟大幅加息有关系 央行要压低通胀 虽然你都说了 可能效用有限 但是央行都要做事的 就是各个央行 特别是美国大幅加息 究竟经济能否支持呢 暴力加息 第一行 究竟经济是否能够承受呢 第二 近期的经济数据 确实是转叉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些分析 有些权威的分析是暢淡的 特别是阿特兰大联署 他之前用了个分析工具 说美国经济 去到这一刻来说 估计要收缩是2.1% 待会有机会 我们再找专家说 这一点 究竟有没有疑问 是不是真的会 连续两季经济收缩 令到美国出现 所谓技术性衰退呢 待会我们再说 其他一些迹象 譬如出来什么 债息倒挂 我们昨天说完 以及经济相关的 基本金属 同价去到一年半低位 大家背后就说 因为怕经济衰退 基本金属价格就下跌 郭成佳 好像生意欲来 是啊 当然不知 最关键的就是 你现在这一分钟 大家发觉到 关联性的商品全部都下跌 有的近期回落了少少 但金价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陰陰刚刚又跌到 1800美元 比资金按时下跌 铜和铝的价格都下跌 其实道理很简单 大家担心经济放缓的需求是减少 但可能我觉得商品市场 一众投机性的资金 是不敢太过放肆 因为资金成本开始上升 过去零利率的时间 他们就会比较 積極地去部署 中间当然有很多理由 看好 但现在这一分钟 资金成本慢慢慢慢 逐步逐步上升 去到商品市场 任何的炒作 没有必性的把握 或者经济前景真的不明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 不只是股票 商品或者环球的资产价格 都可能面对高台回落的风险 包括楼市亦如是 楼市? 楼市你说香港? 不是 那边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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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环境利率低的时间 加上有光性的需求 资产价格不断上升 但去到某一点 如果利率不断上升的话 其实供款的压力 是越来越大的 尤其是在美国那边 所以我觉得 稍后这个会出现 这个情况 会令到整个消费市场 更加保守 我赚到钱 我身家厚了 我当然消费都着弱些 反过来 我觉得自己的身家紧了 或者消费能力弱了 我都花少点钱 这个是必然的现象 不过这个是要 可能是半年后才能见到 是 郭先生 你一这样说 我就问你楼 你知道你买物业 有一手的 这个不是很多人知道 当然要问你 你看到楼市保守 当然要问多一句 其实我们今天 郭先生 我们要多位嘉宾 和我们一起分析 这个这么重要的话题 譬如通胀 究竟经济是否真的会衰退 我们请来有黄良响先生 你好 Tommy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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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和郭先生 聊了一段 等你迷脚 其实我知道 你不是这么担心 经济真的会转叉 都很紧要 不如说一下理路 我们刚刚也说到 由亚特兰大联储 这个是权威 他们预计第二季经济 美国真的有机会继续负增长 你真的不担心吗 美国的经济负增长 如果第二季度也是 大家说它是技术性衰退 亚特兰大的GDP 7月1日是-2.1% 不过它还有10个经济数据 它还没看 因为6月份的经济数据 还没全部出现 只不过出了3个 我想虽然经济数据 不会好得很多 但是从-2.1% 再进一步恶化的机会 就未必是很大 就算两个季度 它真的是负增长 大家 那些经济学家 或者我们 定义它是技术性衰退 不过这个说了就不算数 因为谁说了才算数 就是这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 说了才算数 如果它要确定定义是否衰退 它就看几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居民的实际收入 第二就是生产的数据 第三就是一些零售的数据 最后就是就业数据 居民收入就差了 如果今年和去年比 因为通胀高 所以实质收入 就应该跌了大概3%左右 生产数据就不是太差 但是4月它还是正的 5月它加0.2% 这个当然就不是很高 但是6月就不见得它会跌得很差 零售销售 4月就正0.7% 5月就跌0.3% 我想6月的话 就算它是零的话 都是这么长 不会说一个很大的恐慌 就业就100% 这个是合格的 而且是超标 现在的失业率是3.6% 历史低位应该是3.5% 职位空缺昨晚的公布 是1,125万份 新申领救济的人数 是23万1 一旦停了很久 又没有上升 所以你要这个 国家经济研究局 肯定义 说美国已经进入衰退了 这个暂时很难 如果再过半年的话 联储局还是这样加息 这个0.75% 或者不够 还要加1%以上 而令到 最重要的就是销售和就业 这两个数据就大幅滑落 它才会慢慢考虑 这个问题就是说它是很慢的 它不会立即有个反应 如果听你这样说 联储局的情况 因为经过昨天的议息会计记录 我刚才查一查市场 如何看 利率期货 今个月就策定了 没办法 因为联储局打开口牌 刚才都说了 即是估计会加0.5% 0.75% 其实市场已经是90% 估计今个月是会加息0.75% 连续两次加这么大幅 但未来又怎样呢 再下一次会议就加0.5% 11、12月 现在最新估计 都是会减慢加息 其实都是会分别加0.25% 即是说0.75% 接着0.5% 接着两次0.25% 全年就卖单了 会放慢 其实联储局那里 是不是都真的像你说的 如果那个经济 当你真的不对路呢 其实它那个鹰派立场 可能都会放弃 慢慢会 甚至会早些去完整 这个加息周期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有的 其实是 我觉得联储局 就英勉夹底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选前 没办法 这个政府压力给得很多 唯有就是说 我们都是压通胀的 因为基层老百姓通胀高 他们最惨 但是他们个个都有投票权 这件事情 我想拜登 时不时都是走去 和联储局说一下 暂时这个鹰派态度 没得放弃 不过 好像你这么说 那个加息预期 事实上 就再迟些 我想大家会再降一些 原因就是 现在那个加息 那个原因 大部分是因为 其实是油价高 这个租价高 人工高 这样 人工方面 大家最近看到 已经有很多的 企业裁员了 所以这个工资的增幅 我们看看 明天的数据 是不是真的 会调低 那租呢 我想也会开始下来 而这个 就是 油价 大家已经看到了 现在是回到100元以下了 这个拜登 月中去沙特阿拉伯 就很低声下气去拜访 我想 油国组织增产 是有机会回到更多 所以 这个又不是这么恶劣的 一个通胀情况 我想 联储局 未必是真的 会保持 我们年底 那个 都是会加息 加到上去 预期 现在还是3.4% 如果你9月 那个 这个 这个 加息预期 那个点阵图 其实 这么多经济数据 又弱了 通胀又下来的时候 未必是可以维持到3.4% 可能是回到你3厘附近 好啊 Tommy 多谢你很清楚 帮我们解释了通胀理路 就是简单来说 通胀问题 你觉得都慢慢会改善 会好一些 好 我们明天再和你再请假 好吗 多谢你 当然了 现在暂时的期指叫价 都不是那么好的 低水的就200多点 我们再来问一下郭sir 那个 整个大市怎么走 有什么策略 航运股要多说些 因为有好消息 好 今天早上市估计要低开 没办法 除了大家担心经济衰退的问题 刚才分析过 还有内地疫情中美关系情况 都是错终复杂的 现在期指最新就是跌百几点 去到21,300点水平 留意到21,300点水平 留意到21,300点水平 就是比昨天来说 低水的二百几点 稍后恒指有机会低开 总成价去到一千四百多张 我们的资金流向都要留意 有一个地方 整个范围 叫做新兴市场 原来新兴市场走资 还要是连续四个月走钱 那些钱是沽的意思 现在我们看到 是来自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 新兴市场六月份 即上个月走了多少钱 走了四十亿美金 四百三十亿 即三百多亿港元 连续四个月走资 当然走资金额比五月份少了些 但是就连续四个月 新兴市场都是淨沽情况 当然里面 新兴市场很多地方 亦都不同资产 其实中国股票还是OK的 但其他地方股票 就沽了一百九十六亿美金 这个就是六月份情况 郭先生 其实讲到走资 有一件很有趣的 一过来到七月份 你知道习主席访完港之后 就拜拜 北水连续两日沽我们港股 两天之间沽了 借近五十六亿 真是 难道认识完枪厨之后 那些钱走 加上刚才不明朗因素 我担心港股 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说真的 六月份是半年结 適逢就是 習主席来香港 有回归25周年的慶典 北水稍微喝一喝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也有交代 因爲恒指去到六月25日 高建二万二千四百四十九点 但大家有没有发觉到一个细处 早日成交金额是两千亿 当日指数创了二万二千四百四十九点 成交金额 縮到一千七百五十九亿 继而一千六百多亿 一千五百亿 一千三一千二百亿 即市场的资金的参与 是一路一路的退守的 好明已经看到 是纯粹冲着半年结 和一个回归 所以出现了一阵的烟化 但这个烟化一烧完之后 资金亦都开始却步 股市在高台上 没有资金的承托 走势一定是反复的 事实上以昨日的指数 最低见过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六 怎么计算呢 基本上在那一刻 指数已经是跌穿了 十天一百和二十天线 很简单说 去到七月份 不明因素真的比较多 包括例如好像美国 要进一步加息 美股到底 撑着在三万点这个平台上面 可以撑多久 加上还有市场的气氛 就越来越保守 还有好像腾上大股东 每日3-5%这样的孤手 然后奸奸闷闷的 你和我搏反弹 你都不会拿腾讯来做的 问题是腾讯恒指成分佔8% 如果它不走 指数怎么升呢 帝家伙了 连接汇控都出现一个逆转 因为英国的首相 现在被人逼供 所以变成了恒指成分股 重磅那两只 汇控都佔8% 这两只都是有一个自身的 不明的因素 那你叫指数怎么走上去呢 就算是爸爸好些 美团好些 始终来说你赶不起整个场的嘛 说真的 现在这一分钟 我们看指数要升也好 我们要看看恒指成分股的表现是怎样的 一中重磅那南丑 如果不升 指数又怎样升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会不会急跌呢 这样反过来 因为上不到 每次去到一百天线 我迎光莫那条粉红色线 我经常说很忌忌 上车站不住 本来以为都可以了 今次又站了六天 站了六个交易日之后 昨天还是险首的嘛 我怕如果再跌 今天如果低开的话又要试穿 那比较明显调整的机会又大不大呢 你觉得 高台的反复很难避免 现在看图 吴嘉敏 不差的 真的不差的 最低的点就是3月15日的18,235 第二个低位已经是5月10日的19,178 第三个低位就是6月16日的20,697 即是这三个低位分别是向上走的 组成一条叫做中期的上升轨 其实势头是 未破坏 未破坏的 未破坏的 但是呢 因为呢 上面都有个商顶 225,523 和6月的高位 22,449点 以现在这一分钟来说呢 包括汇控 腾讯 美团 八八的股价呢 在那里猜拆波 那我不觉得指数会有太大的突破 那问题就是呢 那市每个月一定有个波幅的嘛 我当你细极都有1500点 那今个月暂时的高位呢 就是22,198 如果有1200 1500 甚至是1800点的波幅 如果波幅是向下的话呢 指数是有机会回市回50天线的 甚至会进一步下市 6月16日的低位 20,697 但是暂时的看法都是千多点 又不看得太过淡了 不过始终来说呢 这条所谓的上升轨呢 一旦失手呢 就意味着 不断向上市高位的形态呢 已经是逆转了 大家还要留意就是 指数呢 如果今天再跌多 不用多了 我当你跌多200多点的话呢 技术上已经是有机会 试着昨天的低位的了 那形态上呢 我觉得呢 就略为偏淡的 不过当然知道 一个月的高低位 是绝对不可能 在两个三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一个很简单的分析 指数如果暂时没有法子 攻破 今个月5号的高位 22,198点的话呢 只要那个势头是先高后低 如果全个月的波幅 我就当你1,500点呢 后续都还有几百点的反复 事实上今个月的波幅呢 由22,198点去到昨天的低位 21,286点呢 已经有912点的波幅了 多几百点 其实也都没有放 什么都不知 暴跌的机会 暂时来说我就看不到 但是反复偏远 略为不振的情况呢 暂时就挥之不去 好啊 那些振呢 今日的新经济股就下了去 一行指出了来 低海二百三十几点 是吧 你刚才说呢 就有机会再次 昨天低位 昨天低位就是21,200点水平 是吧 暂时开出来 慢慢逼人就未穿 这样 没办法啦 郭sir都是继续 叫大家保守稳稳 新经济股今早早受压 ATM股价跌 美团包括 美团都跌了1.9% 开出来 现在都是头几位 跌幅大的蓝炒 网易跌了4% 暂时是最差的蓝炒 没办法啦 今早早一堆都不行 不过这样 郭sir 这些我们经常都说 不如我们问一些 可能在这两天 大家都会谈点 比较关心板块 资源类股份 你知道多伤 油价 刚才Tommy都提醒大家 布兰特企油 一度穿过100元美金 那些基本金属价格 我们都说 担心衰退下 这些基本金属价格 又是下跌 这些跌够未呢 你觉得 昨天光铜 中国铝业都创了52周低 我想暂时来说 都是保守少少少 都不知 银、铜、铝 这些全部都是必需品 问题就是 商品市场 它也是一个交易的工具 离不开一些 投机性的 看好或者看淡 在现在这一分钟 市场的看法就是 当经济持续不明 或者下限的时间 需求是会放慢的 既然需求放慢 一旦想做好的好仓 暂时来说都却步 而最重要的是 利率就会进一步上升 资金成本一跪了 而且炒作的空间又小了 他们自然就不会做太多的动作 那时不是883很高息 派息几好的吗 即是不行了 OK 883其实是上市 25周年有个特别股息 还有其实派息不差的 撇除这点派息真的不差的 但油价现在下回到九十多元一桶 就失去了炒上的一个借口 我觉得短炒就难搞些 但是在九个多元钱 我作一个中线小小的背处 我分开来买 其实承担的风险就真的不是那么大 不过当然知道 俄乌局势仍然还在 如果你说经济的增长 需求放慢 你有的需求一样是有少少减少的 下回到九十元到九十五元一桶的机会是有的 既然是这样的 我就不会急进 当我想买一万股 先买一千股 搜门口先 慢慢来 你知道货比三家 今天的航运股 郭Sir有些个别发行起 东方海外升了2% 发行起的1919 股价升6% 当然这一节时间就说不了那么多 我们在九点满回来继续和郭Sir谈 好 广告又要跌了 低开超过200点 一开始去到21,300点水平 再穿20天和100天移动平均线 最新暂时都开始这一分钟 没有太大起息了 还是跌205点 挑挑跌194点 21,393 内地股市开出来个别发展 上证指数跌2点 深证成分指数高14点 当然升跌幅暂时都不太大 今早早新经济股ATM 齐齐低开超过1% 拖低恒指 我们看看科技股指数最新走势 科技走势一般 跌了超过1% 跌幅来说 其实大过恒指少少 最新4,722点 跌了79点 我们看看国企股指数最新走势 应该都要跌没得走势 7,440点 跌幅1.3% 这段时间我们看看会药港股里面 就知道ATM都是脚远的 阿里巴巴最新跌了1.5% 腾讯跌2.6 345元 昨天都要跌到340元附近 慢慢有些承接 看看今天情况如何 药名生物升了4.83.65 近日生物医药股走势很好 由药名开始带起 其他都升得不错 美团最新跌1.8% 中远海控就发了营起 股价仍在升超过半成 那些航运类股份 逐个说 东方海外先 上半年总收益 按年是上升6.1% 今早股价高开2% 最新还能保持升势 升5.4% 其他股份 包括医药生物股 腾胜薄药 有好消息 旗下第一只 国产新冠中和抗体联合治疗的药物 实现商业化 商业化即是可以卖得 股价最新急升2.7% 留意澳门相关股 太阳城集团 执行董事兼海星控股的副主席 拿到这两间公司的控制权 今天股份伏牌 两只股价都是赔升的 待会回来再分析 好 恒生指数最新还跌至200多点 不过这样我们的板块还是可以 待会我们会逐步谈谈航运股 应该看到也不用我再报了 补充内地股市 看口头说 可能不清楚 现在最新看到了 上证和深证成分指数 都未跌少少 恒指更惨 相对来说 跌了1% 其实今天低开200多点 比预期当中是跌多了一点 没办法了 新经济股开出来 就不太厉害了 好 待会再跟 郭Sir 我们讲航运股先好吗 好 刚才就说一个有盈起 另一个就有数据 不过也都跟大家讲清楚数据 再给你分析好吗 中远海控1919发了盈起 估计上半年就多赚74% 纯利有超过647亿人民币 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好 因为上半年国际集装商的供应紧张 航线的出口运价高企 即运费贵的意思 集团亦都致力保障运力供应 和用商的需求 至于东方海外316 这个蓝丑上一季收益创新高 第二季总收益超过52亿美金 按年就升五成二 整个上半年累计总收益升六成一 去到超过104亿美金 郭先生今天就不用说了 估计做好了 但未来前景是否可以 是否能保持得到 和我们买卖策略应该怎么做呢 OK 说真的 先讲讲316 其实业绩相对比较好 还有派息真是理想 整个二十多利息 不过这个当然是去年的情况 今年未必会派到这么高 但是以现在的集团的现金流来说 我相信仍然会维持一个 比较高派送股息的政策 就是说股价很难期望会大幅度上升 但是始终来说 你的运费现在还是高企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在200元左右水平 都仍然有一些差波性的一个拉锯上落 但是你说要好像早前那样 那样大幅度抽升的那个势头 我想暂时就看不到了 我自己对运费的看法 仍然可以维持一个高的水平 一段时期 但是就未必会好像早前那样 由低位一路上来 那个势头不会的了 因为始终一只40呎 去年6月份 如果你说要2万美元的运费来说 这个是绝对不正常的 这些不正常的情况 也都不可能维持得太久 当疫情之旦受控 港口各方面回復正常的话 运费是有下限的空间 况且环球的经济放慢 需求放慢 所以你说买少少做一个部署 贪欺的股息 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意见 但是如果你说 憧憬好像由50元炒上100元 100元炒上200元 那个心情来买的话 我想暂时来说 不要抱得太过进取了 你反而这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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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留意 说真的 它首半年增长了 74.5% 有647亿人民币 这个是一个相当好的业绩 股息率以往值来说 有9来的派送 我相信今年都是差不多的了 它有条件维持一个派高息的政策 还有个股价 大家看看 有16-17元 跌到落年水平 如果两只来比的话 派息 来收息的话 其实都各自有可取 但是说直博 纯粹投机性的炒作来说 我想我就会考虑一共一共 因为集装商的需求始终还是很大 短期来说又不敢寄望太多了 大家看图已经知道了 一二三四捉了四个底 前面两个底 我就当一个底 这一次两个底 我也当另一个底 形态上有机会出现一个W的格局 不过中间的颈线位要突破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如果你说作少少个部署 看着中间的颈线位 大概是13个半左右 都仍然有大概10个percent 或者十几个percent的上网空间 反正你下面的防守性都那么强 而且也都有那么好的排送的色略在那里 即是指示位定了在那里 其实承担风险就不是太大 有少少是直博的空间 或者是短炒的直博空间 是是是 中原海虹 一直听你说升多了 你意思是说 既然落到近期的低位附近 有支持了 借个利好消息 利好消息你又觉得真是正的 这个盈利是吧 所以就可以炒高一点 不过这下就7个percent的升幅 可不可以说清楚 我怕我听漏了 譬如你刚才预计的percentage 大概去到什么位置呢 你觉得可以去到 中间的颈色位13.5 我就当你13到13.5 以現价计来说 看上去大概十多个percent 整个月的低位最差的一刻 就是10.06元 10.06元应该这么说 相对现在大概有10个percent的风险 我又不建议买太多 譬如买一千、两千或者三千股 轻轻步一步去 有机会上12.0或者13元的 回套 赚一点点开心钱 但反过来 不对版的 我觉得 一元几毫的反复在所难免 但太大的跌幅 这一分钟都暂时看不到 因为六百多亿人民币的收入 其实是支持到它 去维持一个比较高排送股息的一个政策 好啊 因为郭sir 你知道 有时我们看股份 怕太多因素 反而尖前顾后 又害怕的 因为 1919 我们周时参考 运费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其实这个干散货指数 就不是那么好 说真的 由高位跌了很多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 也解释了 为什么中远海控股价 比较落后一些 在航空股里面 三一六 刚才那只东方海外 他股价是一浪高过一浪 除了股息高之外 他就看集装商指数 因为他做运的很大的商 刚才说运费还是高企 集装商运费还是高企 所以三一六的股价都是比较强 还有我顺便问 因为很多人都关心三一六这个蓝筹 他去到平均线 如果没看错 刚才应该是五十片线左右 他都是一浪高过一浪 是有承接的话 其实三一六你觉得又拨不拨得过 有没有看 三一六其实就不是说拨不过 始终有往迹来说 整个二十多厘的派送的股价 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派到这么多 但是我相信 就应该不会派得少 是百厘、九厘那些 问题就是由284元跌下来 其实老实说 已经跌了差不多二十多个百分比 200元这个防守性 我觉得暂时可以信任的 很简单说 如果你说真的不介意的 一只就十多元 一只就二百多元 在这样的环境 我要拨的 我都拨十多元 你买一万股 就二百多万 买一千股 就二十多万 便宠本 容易控制风险 那只我买两千股 三千股 都是两三万元 我考虑到承担风险 而且始终资金的部署方面 所以如果两二选一 在今天这样的环境 老实说 哪一只便宜 我就买哪一只 这个真是作为省户的心态 而且在低位 相比安全 但是你知道 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 有些人说宁愿强势就稳固 这些便宜的东西 肯定是有些坏东西 坏东西就说 因为它那个运费 就是干散货运费 就比较弱势 当然各有选择不要紧的 到这一刻来说 市场跌多了一点 真的像你说的 在试近昨天低位附近 是 好像试穿了 是的 穿了少少 穿了少少 昨天是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六 今天已经是进一步創新低 那就是说 市现在这一分钟 第一 已经是跌穿了 昨天的十天 今天算是跌穿一百和二十天 在第二度跌穿 在日中 另外下一个防守性据点 就没有办法 你会退守到五十天 五十天线 现在大概在二万零九百三十点 我当你二万一千点 在阻弃 其实这个防守性 都是比较脆弱的 而更重要的就是 这个月呢 暂时来说 已经形成了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高位是五号的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八点 低位我相信还在后面 因为一个月的高低位 是绝对不可能同时 在三个交易天之内出现的 现在大家要想一想 指数在短期之内 有没有上破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八 如果没有的话 技术上在先高后低的形态主导之下 市是会进一步向下找低位的 一般来说 五号出现了这个月的高位 但是呢 低位应该是十五号或者二十号 左近斯出来是最快的 那放置在七月份 还有一个因素在后面 大家都担心就是 美国始终会加息 虽然市场是消化了 但是联邦基金利率 现在1.5到1.75 半厘是二字头的了 你二字头和一字头 始终有个差别的嘛 那还有呢 港式和美式一直这样是扩阔的话 沽港元的行动是不会少的 那金管局一直接近 那就是银行的结缘呢 是将会越来越跌的了 当去到千八亿啊 千六亿啊 或者更加低的时间呢 市场就担心刹息率是会升的了 就是现在这些因素呢 不是说我们看好看淡呢 就可以改变得到的 是摆在目前的 那我们也都不要 因为市场升一两天呢 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些因素 一定要警惕着 市场的气氛 一路一路这样的比较保守呢 作为省会呢 第一就是尽量保留现金啦 真是守恨恨要买的 买一百股 或者买一两千股 这个是有风险 但是输起上来呢 不犯本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做下股神了 没什么所谓的 但是大堆头啊 重磅入市的 这一分钟就真的不是时候了 嗯 说真的 讲一下笑而已 郭sir一向都 宁愿大家保守一点 是不是 就是无端端没有 拉走去 就是输钱 那样 没有什么风险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自己留意了 郭sir一分钟时间呢 那市场跌跌到三百三十几点 但是呢 除了航运股之外呢 我们趁这几十秒时间 就说完这只2137 好吗 虽然刚才说呢 一日半日升 都不作准的 不过今天真的升得漂亮 急升成一成七 刚才消息讲了 因为国产的 它一只就是治疗 这个新冠的药 就所谓商业化 是不是 那今天向上 算不算少少的破位 算是有少少突破了 始终由七个多 一百元上来 但是这个这样的国产的疫苗 是可以是商业化呢 如果是比较两年前呢 就不得了了 记不记得当时呢 康熙落炒到四百多元了 但是现在这一分钟 说真的 疫情大家都要小心 但是呢 我有很多朋友呢 都是染了之后呢 休息几天 慢慢慢慢就好了 换句话来说呢 就算是可以商业化得好呢 那个爆炸力呢 就不可以 和两年前来相提并论的 所以有一定的刺激 但是未必会多得很重要 好啊 那我们看一下算了 最高呢 炒过上去十一个半 现在已经是升少了了 我们休息一下回答问题 行生指数一度跌过三百八十几点 去到二万一千二百点的水平 最新仍然都是三百点流上跌幅 什么拖着市呢 就是新经济类股份 我们看蓝筹当中 跌幅头四位 包括网易 亚里健康 京东 美团 跌幅都是超过百分之三 都是有份拖低大市 当然做得好 有航运类股份 东方海外是最好的蓝筹 三一六最新还是升百分之三 公布数据 季度收益创新高 还有些是移动股份 包括刚才提到 腾胜薄药 第二个是太阳城 太阳城控股权逆手 股价一度升至1.8倍 现在我们看看会约港股 里面有哪些上榜 排第一位是腾讯 股价跌2.4 又去到345元 郭Sir也说 腾讯近期 大家担心大股东是否会减持股份 估计持续反复偏远 阿里巴巴昨天做得好 但今天跌2.4 美团跌6.7 和北水沽美团 最新跌幅超过百分之三 恒生中国企业 跟国企指数走跌1.02 若名生物反复偏远 跌幅超过百分之一 这本没什么看头 我们看看6至10位有没有好事 刑户基金无论法 他当然要跟恒生指数走跌百分之一 中远海虹发了营起 股价升百分之六 京东提到他 股价跌了摆近百分之四 跌到240元附近 恒指的牛证跌了两成二 第十位南方恒生科技 这支ETF是跟科技指数走的 跌幅有超过百分之二 其他主要蓝筹股 郭Sir亦都说过 汇丰昨天不太行 担心经济衰退 今天股价汇丰还是稍为偏远 跌两毫半指 整版多数走势都是偏远 除了中夷党 稍后再说股份 郭Sir我们先回答问题 郭Sir找你 郭Sir你好 早晨 早晨 有什么问郭Sir 我问836 我买了很久了 会不会上去 什么位置我走了 上网到什么位置我走了 上网到什么位置我走了 18元买的 是的 18元买的相对不是贵的 差不多半年了 持有了 应该有半年了 谢谢你 多谢你 由28元百毫子 一直跌下来 就是没了一半有多 不过早前的上升也都很速 事实上来到现在这一分钟 有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股价近日的回涌 是突破了早前的高位 形成了一个足底而缓步上升的势头 考虑到估值都还是比较高 所以暂时的目标价 我都不敢看得太高了 没错 你18元买 但是应该是有个机会给你见一见隔向 看看走势都是怎么样 但是适逢大市始终是逆转 现在这一分钟指数已经是 下到121,300个头了 即是技术上市场气氛是会比较保守 所以它阻碍了它的升势都不顶 幸好18元的买入价也都不算是太高了 早前炒一些生能源的概念 股价就升了上28元 但是现在这一分钟似乎 概念在市场就薄弱了下来 变了就算要走的话 都是步伐会比较慢一点 可以稍微等等先的 事实上低位来说 我用肉画来看 已经捉了三个底在这里 而且由一个三月份到现在 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固的区间 直到近日才技术上有少少的突破 那这首货当然是暂时拜拜先 如果有机会上18元或者19元 那便赚多少 到什么时候就考虑一下 看看走还是不走 现在这一分钟暂时等等先 好啊 再坐一会再等多一会 近日呢 为什么股价这些电力股会升呢 因为就有大汉都说 是因为炒过煤价下跌 煤炭价下跌 就会成为催化势 摩根大通就评到这一点 他简估首选就是这一只 836 第二只就是2380 中国电力 好吗 稍为补充 还有家庭观众在这里 许先生在这里 许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 郭sir呢 我买公行是1398 我就没有货的 是 这个价可不可以买呢 又是什么时候除剩呢 ok 两个问题 那公行那里呢 郭sir应该是否除了剩呢 应该已经是吧 嗯 应该是除了剩的了 是呀 除了剩 7月4日除了剩 我看看 我看看 7月4日是除了剩的了 现在这分钟呢 是除了剩的了 上一次派是2日933人民币的股息 已经除了了 那当然之呢 你买的话 作中线的部署呢 其实我是没有太多意见 包括中行啊 建行啊 公行 其实一年派一次吃的嘛 但是现在就没有一个友因去炒作 直到呢 真是接近派息期了 说孙虎派息了 那当时呢 才会有少少的动作而已 现在这分钟暂时没有的 就是说呢 你要有足够的耐性 能耐 去作一个持有才行 那股值就不贵的 那说真的 以现在这个价格来说呢 有成百里的股息 是绝对吸引的 那如果你真的作中线部署的 就慢慢买了 那千万不要想着 大市有少少回用的时间 为什么那只公行不升呢 包括建行中行 都可能持续是原地踏步的 那分阶段慢慢买啦 作中线的部署啦 承担的风险其实就不是那么大 一两毫子的反复 或者升跌呢 是会有的 太大波幅的移动呢 暂时真的看不到 总结来说呢 就抠得过 不过呢 就不要说期贸股价 就很短线爆升啦 第一 第二就因为已经除了息了 除了息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买的话呢 就已经是没有了 对上一次的末期息 就没得收的了 记住喔 就要等多一年才有机会收 那就是这个原因 那最近呢 内银股就消息就不多的 反而呢 就反而呢 它行家招行呢 就派一些喜讯 就是 虽然呢 就提到呢 你知道 内地的贷款息呢 因为国家要支持经济 那贷款息 就是倾向下跌的 是吧 那到底会不会影响 如果银行值息差呢 呢 招行都说不是不影响的 不过呢 他们会看好 因为 反而是另一方面呢 随着经济复苏呢 那些非利息收入 包括那些收入呢 就会上升 可以抵消到 那样呢 那補充给大家听 好了 这个时候林先生呢 寄F4问者50汽车 郭先生 这个305呢 林先生呢 就一个3毫2入了火 那样 那当然想问一下你 喂 怎样搞好呢 是不是呢 目标的看多少 那短期来说 我想就不会是 看得太过进取了 那早前来说呢 国家有个政策呢 投放下去汽车的板块啦 首先我要讲的 就汽车业行得好呢 可以拉动下游四十几个行业 是制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那现在重中之重呢 就是保就业嘛 保企业嘛 所以政策放了出来之后呢 刺激到一众的汽车股 包括生能源汽车 和传东汽车的股价呢 都是飞升的 其中你看一下 那只吉利就是10元 哪升上去 189啦 那个长城更加不用说了 升了一倍又多了 年代305呢 都稍微做好些少 但是呢 始终呢 就不是一个龙头系的股份 所以暂时的看法呢 我都是比较保守 一个三毛几买 相对现在这一分钟呢 输人就真的不是那么大 但是有一点要留意 一个月的高位是1.47 一个月的低位 正正是现在这个价钱1.19 如果跌穿了呢 情况就真的不是太过理想了 如果一个三毛半早前买入了的话呢 来定的指示位呢 应该是1.19 即是现在这个价钱了 如果一旦跌穿了的 就不肯问自己 你拿着这些首货 到底是多还是少 有没有足够的持货能力和能耐 如果没有的话呢 最低限度三分或者一半呢 先行要减减廣线 如果对大市也都是有少少是放慢了 況且汽车业啊 讲真的 包括比瓦迪啊 理想啊 韦来啊 小白这些 其实已经升不少 尤其是比瓦迪和理想 所以整个汽车系的股份呢 是 优于大市 但是现在这一分钟呢 都不是说早前 要部署啊 要大手炒作的那个阶段 已经过了了 那么一个1.19 一旦失手的 考虑自己的持仓能力和能耐 任何环境 我不建议再加注 好 收到了 还有郭sir 这日305 记不记得那时 克强总你说地摊经济的时候呢 曾经那时炒过一下 后来都没有什么特别坏点呢 就给大家再讲吧 好 一分钟时间 盧小姐 你好 是 你好 是啊 有什么要问郭sir 我想问一下 6618 我63元入 现在是等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呢 OK 京东健康呢 整个月的波幅呢 都是48.95 这档49元 去到67.5元 左右 近期来说 有少少的升 到了一个低位 其实呢 某程度上来说 已经是摆断了 反复逐沉底的威胁的了 不过说真的 你要进入一个升潮呢 现在这分钟 我觉得都不是时候 因为大市本身来说 又不是那么相配 所以短期来说 目标呢 暂时来说 一个月的高位67.5元 我不看得太高的 那如果你拿货不是太多的 就看着67.5元 到其时输赢不大 或者在帐面上 上落不大 那需不需要套现呢 就真的自己决定了 多说一次 由48元上来 已经升了不少的了 好啊 多谢你 总之都是要保守一些 息时就下车 是吧 好了 有没有拿着刚才来谈过股份 是没有的 市场好一点 不过还是跌200多 跌少了这个原因 除了航运股之外 电力股都OK的 待会再说好不好 好 谈到先